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房地产的利息的影响到了 那我们先请Villa给我们讲讲在美国国内的情况的变化好吗 好 那刚才莉莉也跟大家总结了 就是最近整个我们看全球的市场实际上是感觉是非常的动荡 是吧 那无论是股市 债市 还有各国 我们都能看到就是上上下下起伏很大 那我们先从美国国内的情况来看 其实美国最近出炉的这些数据是好坏产板的 也有一些比较positive的 也有一些比较negative的 那我们先来看美国新出炉的一些经济数据 那上周大家知道就是公布的首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 只有23万4千人 这个数字其实是非常好的 几乎是创造了44年以来的新低 所以我们从这个数字其实可以看到就是美国人现在其实是充分就业的 那由于大家呢是工作都有工作嘛 那虽然赚的不是很多 可是工作是都充分就业 那我们就看到呢就是上周公布的米西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呢 也是升高了达到了98% 比三月份呢又升高了2% 这也是正面的 所以反映出民众的这个情绪还是比较乐观的 是吧 可是呢如果你要在深入的看一些领域 制造业啊建筑业啊 仔细的去看的话呢就不那么乐观了 比如哪些 比如我们也是分享一些数字 先看制造业 其实制造业呢一直是美国经济的一个短板 由于各个方面的情况 特别是跟其他亚洲啊 其他地区的这个人工的这种cost的差别呢 美国的制造业呢一直是这有点挣扎 那我们看四月份美国制造业指数呢 从三月份的16.4下降到5.2是非常大的一个转 对哦 非常差这个数字啊 那然后呢这个制造业的这个这个新制造业的指数呢 也是从23点21.3下降到7% 所以这两个数字呢 就说明美国的制造业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英文的形容词就是dramatically lower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由于美元的升值 还有一个这个这个这个各方面的这种差别 特别是人工的这种这种人工的费比较贵 那我们看到的就美国的制造业说是在复兴 实际上是是有还是有蛮多问题的 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建筑业 大家知道这个建筑业呢 在前一段时间呢一直是长红的 就是一直是增长增长增长非常的明显 那我们看到呢就是全美建筑业协会上个星期公布的这种建商的指数 信心指数呢 三月份下降了3% 只达到了68% 这个数字也不好 这个是代表建商们他们对于 未来 未来的看法 对对对 所以不太好 那如果你在看实际的开工数呢 就是三月份的新屋开工也下降了7% 这个数字也不好 那么你如果如果你仔细看就是建筑业和这个制造业 这是美国挺挺重要的两个方面 如果这些这个这个都不好的话呢 那么预示着下边再公布的美国的这个经济的增长 可能会有一点问题哦 那另外呢这些在国内的情况 还有三月份的unemployment 还有他们的南方payroll 南方payroll呢 估计是三月份会增加19万8千人 结果报告出来的数字只有增加9万 这个预估只有一半 对对对 这些估计的人也有一点问题 对 然后又把2017年的整年的GDP下调 对 我觉得如果看这两个indicator 制造业和建筑业 我想GDP可能出来的数据不会太好 那这是国内的就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数字 就是给我们一个警讯 那再加上呢 这个外围的情况 法国大选现在不确定性 就急剧的升高了 对不对 那左和极右的都要脱欧 那现在就不知道 这个中间派能不能胜出 如果不能胜出的话 那欧洲就会面临大的问题 不是小的问题 除了英国脱欧之外 那现在法国 法国要选总统是经过两轮 本周末是第一轮 就是推选出两个人 真正来对决 但是这两个人 最有希望当选的候选人呢 通通是主张脱欧的 所以现在我觉得 这个不确定性的话 是很要命的 对欧洲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 可是我们美国的观光客 到欧洲去玩的还是这么多 对对对 另外呢 从那个就是地缘政治方面呢 它风险也是在增加的 一个是叙利亚 你看现在炸了以后 也不知道以后怎样 在一个朝鲜 现在两边美国叫 朝鲜也叫 是 你要怎样 我也怎样 对吧 互相在叫 政治兵法出来了 是啊 在升高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 是不是 所以这些地缘政治 也对我们美国的金融市场 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你看到这些不确定性 无论是国内经济的不确定性 还是国际的地缘政治的 这种不确定性 这种危险性 都使得市场呢 投资者开始避险 嗯 买公债 哦 买美国的国债 买美国的国债 当持续不稳定的时候 黄金国债就成抢手 这个现在真的是这个事实 是吧 黄金也不停的上涨 是吧 那债市呢 上面价格一直上涨 对 所以利息就下跌 对 所以呢 就说 乐乐就像乐乐说的 那最近呢 由于美国的十年的这个T bill 它十年的债券呢 就从原来的2.4 2.5 下降了2.17 到最低点 下跌很多 所以呢 就是你能看到的利率 也会随着这个债券的往下走 也相应的比前一段时间 降低了0.125到0.25 所以贷款的利息也随之走低吗 好了好了 低了低了 所以最近我们也比较忙 那我们来听听看 好 那我们借这个乐乐的节目 告诉大家一下 最近呢 如果我们以No Pui No Fee来看的话 Conforming Loan 就是42万4以下的loan 30年的利率 大概在3.75到3.875 20年呢 大概在3.5到3.625 15年呢 大概在3.125到3.25 5年呢 大概在2.875到3.0 7年呢 大概在3.25到3.375 利率是比以前低了 0.125到0.25 非常好 舒缓下来了 舒缓下来了 没那么大压力了 那如果您的loan呢 是Super Confirming 就是42万4到63万6 这个之间的话呢 那30年呢 也下降到3.875到4.0 15年呢 3.25左右 5年呢 3.25左右 7年呢 3.375上下 所以这个利率呢 也明显的好转了 这个也是 Lower 虽然没有Dramatic 但是还是好多了 对 至少不往上爬了 那江破loan 如果您的loan是 大于63万6 到达3个Million的 这样的话 30年呢 也从 也拉到4.0 左右 这个不错 4.0很好了 比前一段时间 都到4.375了 前一段 4.5了甚至于 那5年呢 大概在3.25上下 7年在3.5上下 10年在3.625上下 所以我们看到 大家看这些 no pay no fee的利率 比前一段时间 是大有好转的 好 那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 那对于 中国人屋主 或者是investment 这个investment property的 owner来讲 他们的心态 要做怎么样的调整 并且要有什么样的 movement呢 那刚才乐乐 也提到了这个 就是说 现在面对的 这样一个机会 就利率又下降了 那我觉得应该 差不多应该是 三个月左右 以来的低点吧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觉得 有些客人 你开始要好好 review一下 自己的mortgage 那首先一种人呢 就乐乐刚才说的 你前一段时间 比如你前边的 三四年 四五年 你买了很多 投资房的这种客人 那我们现在要说呢 就是说 你可能看到你的投资房 涨了这么多 你会很高兴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你二十万的买的房子 现在涨到四十万了 你就觉得 我把房子卖了 我就有四十万的钱了 对不对 其实 绝对不是这么回事 那是怎么回事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账怎么算 对 我们现在举例子来说就好了 那现在呢 long term的capital gain 这个税是很重的 那如果你两个夫妇 两个人都是NJD 收入也不错的话 那你首先 你卖了这个房子以后 要配百分之二十五的联邦税 再加百分之十一的周税 再加三点八五的这种高收入的投资税 所以你的税 大概要配到百分之三十八到四十 哇 几乎一半 赚到二十万里面 大概有十六万都要交税 你的赚的这笔钱里边 你大概你要交掉你的百分之 就是你的百分之三十八到四十 到百分之四十 对对对 这个那还没完呢 还没完 还没完呢 那么你如果这个房子 你当时买了以后 因为是rental poverty 所以你每一年再做depreciation 叫做折旧 对吧 那么当你折旧的时候 一般你是分二十 二十七点五年的这种折旧 比如说第一年你就一万多 第二年一万多 第三年慢慢八九千多 就这样折旧下来 当你卖房子的时候 ILS会一并拿回来 哎呀呀 好 那我们就跟你举个例子 二十万的房子买了 买了四十万 那么你其中呢 你二十万是capital gain 是 capital gain你要交掉将近百分之四十 所以你大概就要交八万做了 对吧 然后呢 你如果你折旧 你在这些年你折旧了八万 七万 八万 因为你一年一万多 一万多 这样折旧下来 对吧 八九千 那你折旧下来呢 你可能又是六七万七八万 所以你拿回来的这个二十万的 赚的这二十万的钱 你交了八万的 你是capital long term capital gain 是 你的depreciation 你又交了一个 比如七万 所以你加起来十五万 那么也就是说你卖完这个房子以后 你真正赚出来的二十五万 二十万的话 你只能拿回来五六万 哎呦呦 所以你以为你会拿回来四十万 没想到你只会拿回来二十多万 二十六七万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投资的人没办法卖房子 嗯 他没有办法 那他该怎么办呢 那你就两个办法 一个你就是做10 30万 exchange 哦 It's a deferred tax 对 还有一个你就是什么呢 你就是cash out 哦 cash out 为什么要做cash out呢 是因为你的房租在不断的涨 嗯 你当时你就有一个十万的loan 十二万的loan 那么你现在的房租 你已经原来你租一千六 你现在已经租了两千四了 OK 那么你这种大批的钱 就全部都交掉税了 因为你根本就 那个那个interest很少很少 嗯 你的钱在里边你也不能用 你也不能去投资 嗯 你看到了四十万 你其实 用不着 得不着 得不着 赚不着 所以就不是自己的 所以现在很多我们的客人 都在做cash out 就是把钱从你的rental poverty 拿出来两个目的 第一 就抵抗你交国税局的那些 interest那些那些那些钱 你把你的payment变高 让他break even 或者是怎样 那么你这样的话 你的tax就会减少 所以从tax的角度 也make sense 来做一个cash out refinance 这是第一个 好 第二个 我们留在进广告 回来一会再讲 哇这个话题 听起来还蛮严重的 我们来继续 请叫V老王 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Max Real Cupertino 已超过十年的专业诚信 预满弯曲 众多银行最佳利率 Direct Lander In-house Funding Max Real有高素质的经纪人团队 贷款地产并重 一站式服务 Max Real有经验丰富的 Long Processor Team 和Real Estate Coordinator 帮您顺利close deal Max Real有超强的管理人团队 提供系统的training 和一对一的指导 无论您遇到何种难题 我们都有解决之道 加入Max Real Cupertino 请下Villa 408-307-5056 408-307-5056 Lena 你的太阳眼镜好漂亮哦 是什么牌子 在哪里买的 谢谢 是Fendi 在冰冰眼镜买的 半价 他们经常有名牌半价的优惠 是荣获湾区银台奖的 那家冰冰眼镜吗 是啊 他们在1600 South Dianza Boulevard San Jose 小天才广场内 电话和网址是什么呢 408-996-2237 网址 并Optical.com 408-996-2237 现在就去 谢谢你啊 税法无情 免税有道 终身免税财务规划 五年投资 12% 潜在年回报 十年计划 保证无下跌 8%至9% 潜在年回报 20%红利 零风险 零费用 终身递增养老金 如何转让房地产 给下一代 而支付最低地产税 立刻报名参加 万富理财 本周六 4月22专题讲座 888-835-0698 888-835-0698 masterlife.inventrise.com 三准医师 朱利周 讲解糖尿病的后遗症 糖尿脚的治疗 无论患者的脚发黑 或溃烂 甚至需要截肢 朱利周医师 还你一双健康的双腿 Long on Time的 Andrew B 对于目前利率市场 做仔细的分析 Better Business Bureau Toby Hall 说经过认证的商业 可增加生意额 消费者登陆 bbb.org 可查询商家信誉 请于4月22 周六晚七点半 准时观赏娱乐漫谈 GOOGAM 您房屋贷款的首选 GOOGAM 总部位于Sunny Bell 在Cupertino Burlingame Fremont Crescent Saramun North Jose 和San Diego 均有分行 GOOGAM 贷款诚信可靠 值得您的信蓝 欢迎加入GOOGAM 精英团队 请电408-720-6800 408-720-6800 在现在买房热潮中 您选对经济吗 您的买房经济 多次无法帮您拿到您喜爱的房子吗 您的贷款经济 可以帮您买房 30天完成吗 是直接放款银行吗 让Alice帮您买房 贷款全盘规划 战无不胜 Alice超过15年房地产贷款经验 是您最专业的经济 最放心的选择 Alice 510-364-9897 510-364-9897 或email alice at alicehole.com 车暖花开 湾区顶级正宗川菜 以卤派菜式的川卤人家 推出美味地道创新 经典名菜 鲜辣水煮鱼 酸菜白肉锅 紫浆辣米牛蛙 干扁蒸茶鸭 烧烤孜然羊肉 新疆大盘鸡 莫尔山药 川卤人家 美味格调又大气 面点小吃 约会商务两相宜 川卤人家 为Santa Clara 加Lawrence Expressway 和Homestead肉 订阅计划 408-564-4958 408-564-4958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 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 都会为您精心挑选 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正在访问的嘉宾 他是政大财务地产公司的负责人 在Cupertino的负责人 Vila王 嘿Vila 乐乐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才正在讲到 在现在的这个情况 要做一个cash out refinance 有多种原因 刚才讲了一个 对 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好 那我们刚才讲到 就是说 如果您把钱拿出来以后 可以这样 跟您的砖头的income break even 或者是差不多的情况下 您就可以少交很多的税 另外一个方 第二个方面 就是说您如果这个钱拿出来以后 除了少交税 这个方面以外 你还能够把你的钱变成活钱 因为你的equity 因为房价在一直增长 你的equity就会越积越多 那可是如果你这个钱 在房子里边本身的话 这个钱就没有发挥它的效 没有发挥它的效率 变成死钱 变成死钱了 那如果你把这钱拿出来以后呢 你可以做 比如说你可以再看其他的 有没有机会买其他的房子 或者是呢 你也可以投资一些 比如说指数啊 基金啊 保险啊 因为你的 你的这个financial的plan呢 应该是一个全面和完整的 那如果你只有投资房的话 那还是没有满足这个 所以你应该把你的钱拿出来 而且呢 你只有从房子里边拿钱 你才能真正享受到税务的优惠 或者而且呢 拿到最低的利率 你没有任何地方 可以拿到比这个还便宜的钱 如果说拿出来做其他的投资 那最好是要make sure 其他投资的回报会超过 把cash out financing要借贷 要还银行的钱的利率 你看啊 比如说你现在做一个15年的一个贷款 cash out 你的rate还可以拿到3.75%上下 cash out 15年 那你想想看 你除了这3.75% 你拿出来以后 你抵达个tax 你已经抵达了一部分了 对不对 那实际上你的成本比这个还要低 那么这个这么低的钱 你说你从哪能够借来 比这个还便宜的钱 那倒是没有 对不对 那么这个钱如果你去投资一些index 比如说s&p500 最简单的 qqq最简单的 或者你买一些固定的6个percent 7个percent的这种东西是满街都是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呢 你或者是你有专门的financial planner 给你去做更好的计划 所以我觉得呢 你要把你的钱用活 把你的financial planning做完善 这个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 所以理财要全面化 对 明白 那最近要做cash out refinancing 它的rate跟刚才您报的那个refinancing的rate 差不多吗 如果是您自助的话呢 您的rate会更低 自助的话呢 你15年大概你如果做5年大概2.875 做15年大概3.0多一点点 那如果你出租的话也可以做到 最如果你弄傲慢42万4的话 也有希望能做到3.625 你的弄小一点的话3.75 对吧 或者再小一点的话3.875 那这个rate都是非常之好的 好 那明白了 那还有哪一些人应该考虑在这一波的利息 听涨但是马上又跌下来的这种情况 来采取一个先机主动权 还有就乐乐提这个问题 我们也再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在2012年和2013年的时候呢 帮很多客人做的arm的rate 是5年固定的 那么如果您是在12年做的话呢 现在就已经5年了 那么如果您的利率很快就到期了 这个时候您当时的利率很好 大概在2.5左右 那么如果这个利率您在现在做调整的话 那么它是margin加index 那它的index呢 用laborindex 像今天laborindex一年的已经到了1.772 这个也涨了 涨了 那么你的margin呢 大部分人是2.5 所以你1.772再加2.5呢 如果您调整以后的利率会在4.27左右 那这个就太高了 所以呢你这种客人 你就一定要赶快再做一个5年的 或者做一个15年的 那5年你还可以做到2.875左右 那15年你也可以做到3.0 不过多一点吗 3.125 就非常的低 所以呢这一部分人 你要借着这个机会 利率又低下来一点这种机会 你赶快把你该做的事情做一做 还有一些人我想到的就是联储局已经启动了加息的步伐 那有用到line of credit的人都早就看到这个monthly payment 每个月都在变化 对 每个月都在上涨 是是是 这个呢乐乐提的也是非常重要 比如说你有一个30万的loan 你有一个15万的line of credit 那这时候你一定要把两个loan合起来做成一个loan 这样的话呢 你就因为你第一个loan虽然利率低一点 可是你第二个loan就5点多就太高了 现在已经5点多了 对啊对啊 因为你那个primary 一般的是primary primary现在已经4了嘛 已经按钮了 那你再加个1.5通常 对吧 那你已经5.5了 都超过5了 所以你要你要把两个loan把它合起来 变成一个loan 这样的话呢 你就第一 你就降低了以后这个大的line of credit的风险 还有呢 你也把两个loan合在一起 你payment就稳定了 至少未来5年 你知道你的payment是多少 这个也蛮重要的 明白明白 好 那还有一些人呢 他就是在看自己的成年的子女 对对对 薪水很高 有的结婚加上配偶的薪水 没有40万也有35万 对对对 可是他们就说赚这么多钱 睡觉了一大堆 怎么还是没钱买房子呢 现在呢 有两种这种子女啊 就乐乐刚才说的是两种 一种呢 就乐乐刚才说的这个 自己income非常的好 三四十万的income 没有down pay 那这一部分客人呢 其实家长可以帮他们一点点down pay 那他们只要有10个percent到15个percent 在他们自己出点 家长帮的出一点 我们这个做这个loan是非常轻松的 没有任何的问题 其实你们蛮喜欢看到年轻人的快递report的啊 对 干干净净很少 对对对 而且呢 这个年轻人你总得成家立业 你总得有建立一个自己家嘛 对吧 这是一种情况 这就是其实是非常strong的这种子女 那还有一种子女呢 不那么死状 那比如说个小女孩 她出来做一些财务的啊 financial的啊 做business啊 marketing 薪水也没有太高 这些这部分的薪水是蛮低的 那如果你是一个新的engineer 那只是赚个八九万十来万的话 你今天你要在西谷买房子 你是买不了的 因为房太贵了 所以呢 我们最近在一直帮做什么呢 就是家长帮子女cosign 因为家长的路很小了 现在还在工作 你有很大的这个credibility 就是还可以用 还有借贷能力 对 这时候帮助这个这个 跟自己的子女一起 帮助他cosign这个路 各方面都要帮子女 对 然后等他买完了以后呢 至少让他进去 然后随着他慢慢慢慢 他自己的income增长以后 我们再单独帮他reify 再把你拿出来 这样你就至少帮他进去了 所以不同的子女 不是所有的子女 都有那么高的income 帮忙的方法就不一样 对 所以你要采取不同的方法 帮你的子女就对了 最近做蛮多这种case 我也相信 真的 其实在这边培养一个子女 就是一直培养到 他结婚生子买房 对 基本上他把房子买了 生了孙子继续照顾孙子 没完没了的 是的 是的 OK 所以这两种 OK 那么再说一下 现在的房地产 我听说最近几个月是非常非常的火红 非常火红 在贵公司 Max Rio是不是也是这个现象 所有的listing都是multiable offer 所有的 我们所有的listing都是multiable offer 但是呢 不同的地区呢 这么说吧 离这个西股的Apple越近 就multiable offer越厉害 大概有多少个 从十几个到四五个都有 那然后呢 还有就是如果你的是 你的房价不是很高 不是那种两三百万的那种房子的话 那offer可能就更多 因为这个是这个first time home buyer 够得着的 那所以呢 现在最近这个市场 还是非常非常的火热 非常火热 那Vila您觉得这个房地产火热的情况 会不会随着这个市场快要接近三门 而有所消停 会 我认为就像每年一样 六七月份以后 应该比现在更理性一些 现在还在疯狂之中 现在还在疯狂之中 对一般的五月份之前 都应该比较疯狂 好 那租金呢 租金还是按地区而决定它的高 租金在往下走 在往下走 租金有一点调整 因为涨得太凶的时候 有一些人不行就木屋出去了 那木屋出去以后呢 租金的市场就没有过去的 那么疯狂的往上涨 就有一点soft depends你是租多少钱的 Entry Level的一两千块钱 两三千块钱的 还是蛮压的的 但如果你的租金超过四五千块钱 那可能就会更soft的一点 因为能够qualify的人实在是 household实在是负责很贵 对所以租金有一点soft 好 那您project 今年2017年联储局加息 还会加三次四次 或者是减少一点 变成两次左右 我看最近的数据 好像不会那么gressive了 因为最近的这个indicator 告诉我们好像经济 并不像川普想象的那么好 他的那些政策的话呢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在一个他最近推的也不顺利 非常不顺利 他这个有点撞墙的感觉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可能市场也会soft一些 不会不会那么顶着这种 而且你现在那个 那个通货膨胀也不明显呢 是 所以你从所有的数据来讲 我认为不会那么gressive的加息 Vila它的联络电话是408-307-5056 408-307-5056 还好我们有Vila在每一个月 都有一次来给我们讲解市场的动态 国内以及国际之间的大事 如何impact到我们自己的投资的理念 是的 非常感谢 所以最近比如说像现在是4月19号 利息算是这几个月以来 稍微低一点的时候 非常好的 所以大家要take action 不要因为利息烧涨就望而却步 还是要把自己的东西先准备好 以便利息一下 马上就要锁住 对对对 感谢您 感谢 谢谢乐乐 好 找到Vila呢 是请致电408-307-5056 上半场节目结束 下半场有一位新来的嘉宾 先保密他的名字 我们先进一段工商资讯 马上回来 听众朋友不要走开 Max Real Cupertino已超过10年的专业诚信 预满弯曲 众多银行最佳利率 Direct Lander In-House Funding Max Real有高素质的经纪人团队 贷款地产并重 一站式服务 Max Real有经验丰富的 Long Processor Team 和Real Estate Coordinator 帮您顺利Close Deal Max Real有超强的管理人团队 提供系统的Trending 和一对一的指导 无论您遇到何种难题 我们都有解决之道 加入Max Real Cupertino 请下Villa 408 307 5056 408 307 5056 根据最新花粉检测站 花粉指数报告 空气中树花花粉为 每立方米845颗高浓度 草花的花粉为每立方米 5颗中等浓度 梅菌包子的浓度为 每立方米5016低浓度 上个礼拜六有一段时间 还在下雨 就已经带来了这样高的花粉浓度 对于花粉敏感的朋友要注意 避免长时间在草木密集的地方活动 以上资料由南湾过敏哮喘诊所 徐安林医学博士提供 约约电话408 286 1707 408 286 1707 Transpacif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 受限于年金的GENERAL AGENCY 北加州现有Fremont 及San Jose Office Y 第三家也于San Mattel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11家分公司 代理超过40家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最适合的保险 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及back 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pacific 受限于年金的专家 张力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本科 有10年高科技公司财务管理经验 及11年Morgan Broker经验 他不仅总能提供市场最佳利率 而且可以解决各种贷款的疑难杂证 请电408 315 9470 408 315 9470 或email 力 at力章corp.com L-E-E at L-E-E-Z-H-A-N-G-C-O-R-P.com 德利昂地产引以为豪的重要革新 德利昂地产推动硅谷地产转型的右翼升级 尽在2017年4月28日 敬请关注 预知详情请登陆 www.deleonrealti.com www.deleonrealti.com 细古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信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media 或是细古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精英理财为大家介绍最好的长期护理保险 两人合买一张保单 一份保费保两人 长期护理终身无上限 保费固定不涨 用不到长期护理 有人受保险理赔 如您有三高也可以让您承保 讲座时间4月23号周日下午2点到4点 留座请致电408-466-0233 408-466-0233找梁小姐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细古华人电台财经天地 现在让我来介绍我们这个单元的嘉宾 他是黄小冬先生David黄 David你好 你好Lily 好 黄先生黄小冬先生 他在湾区从事保险业已经纵横了20年之久 曾任职纽约人寿 在湾区以及大陆台湾都担任过高层的财务机构的管理的职务 三年前成立了精英理财保险公司 网罗罗罗湾区很多的保险精英在旗下 所以您是general agency 对我是 明白 精英理财保险代理多家公司的产品 特别是美国联合保险公司 美国联合保险公司的英文名字是什么 American United Life American United Life OK 那他们公司的长期护理 再加上人寿保险 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产品 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欢迎你 也非常荣幸能够请到黄总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独特的产品 到底是什么产品 因为黄总 我们最近几年来经常听到 在我的节目啦 或者是在行间 都听到很多的agent 他们有提到长期护理的重要性 对于个人啦 对于一个家庭的 Financial Planning Risk Management 然后用保险公司来支付 自己的长期护理的费用 是多么的重要 您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觉得靠自己卖房子 靠自己用Saving 来支付长期护理的保险 是非常非常不治的事情 对的对的 很多人就是没有预先的规划嘛 那么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做 那么就是刚刚您说的 就是你就是default by default 就是自动就是把你收的财产 就是等于是绑在那里 抵押在那里 是 因为长期护理的费用 大家都应该可能都知道哈 或者如果不知道的话 我稍微讲一下 说一下说一下 对长期护理呢 如果你去任何的这种老人院啊 或者是任何就是照顾 这个白天或者晚上 都有这个老人家照顾不了自己的 一个月大概七千到一万块不等 七千到一万 对 这个是home care还是到facility里面去 facility里面 对对 home care稍微便宜一点 大概五六千左右 是 是 那么一般人呢 他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两三年就 就不用了 对吧 有一些人呢 如果是你是老人痴呆啊 或者是中风啊 中风 这是长期需要人照顾的 对对对 这个就很拖很久了 一般是八到十年 有些更久的 这个 对 所以得到这种长期病患 需要long term care的人 他们到最后 如果没有好的丰富 很丰沛的 对 长期护理的benefit 他可能停止治疗 对 或者是停止了home care 就是care giver 就没有钱 没有人照顾他 那自己的健康情况 就会每况愈下 对对对 家里面的人的烦恼 就变越来越多 对对对 就是很多人就觉得 我这个华人嘛 我儿女会照顾我的 对吧 才不呢 很多人都觉得是这样子 我真的不是说 坏孩子不照顾 好孩子他更没有空照顾 对对对 我们也舍不得看他两头煎熬嘛 对对对 是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错误 就是大家都觉得 哎 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都是看到别人在用 对吧 我肯定不会的 这样 实际上呢 这个数字就是说 这是政府官方数字 大家可以上网去查 65岁以上的人 有70%的人 会用到 长期护理 65岁以上 那么如果你是夫妻 两个人的话 有91%的机会 就是你们两个人 其中有一个人 会在走之前会用到 对 然后另外一个 错误就是很多人以为是老人家 而且是到走的时候才会用到 长期护理 难道不是 这也是错的 不是的 有40%的人就是长期护理 需要的 都是60岁以下的人 那为什么呢 你可能会觉得 那不是好好的吗 可能有车祸 工伤 有癌症 有中风 这些都是有可能会用到长期护理的 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复合 申请长期护理的 对 这个是政府有一个定义的 就是一天 就是我们叫ADR 每天做的六件事情里面 只要有两件不能做 这个就是达到这个标准 走路 走路 吃饭 穿衣 洗澡 洗澡 上厕所 跟这个自主控制这个大小便 这两 这是两件事 是是 那么其中有一件 六件里面 其中两件做不了 就算了 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 如果你是那个老人痴呆 或者是有Pakkinson 其中一项 就不在这个六项里面 不在六项里面 对 都算 老人痴呆 Pakkinson 这个真的是有不得自己啊 很多人 很多人其实有 健忘症 Dimension 就变成老人痴呆 没错 没错 是是是 那如果老人 到了某一个年纪以上 自己不能照顾自己 他有Medicare啦 或者他有Medical啊 政府会照顾啊 这个问题很好 很多人以为政府会照顾 对不对 实际上Medicare是不包括Long Term Care的 Medicare呢 Long Term Care在一百天之内啊 二十天是全部包 二十一天到一百天 他每一天只给你一百六十块钱 剩下你自己包 六十 一百天以后全部都自己 Take care 才三个月 才三个月 那么Medicare就是白卡嘛 很多人以为白卡是政府全部 Take care 也对也不对 那么对的地方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穷到拿白卡 很多人就give up所有的财产 嗯 那么可是你要住到那个啊 老人院里面要等的 Long Waiting List 嗯 你等等到你不一定不不见得是 你你有这个机会 而且很远对吧 嗯 那么所以你要跟其他人一起共用 这个一个房间也很辛苦 就没有了Quality of Life 对没有Dignity 就是等于是A the Mercy 也没有自尊心 对就是政府来可怜你这样子 是是是 所以一定要未雨绸缪 对 嗯对 那呃就想到 如果我买的是Long Term Care 嗯 万一我这辈子 嗯 Drop Dead 没有用到 对 那我的钱不是白费了吗 对对对 这个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他不买Long Term Care的原因 就是 因为传统的Long Term Care呢 他如果你不买的话 他就是就像你说的 不用的话 不用的话 你你这个走掉就没有了 嗯 而且他这个保费会一直涨的 他不是固定的 嗯 那么有些人买了 他将来涨了又老了 付不起了 所以很多人就不考虑就去买 嗯 那么当然有更好的方法 嗯 就是说我们其实呃现在有一个新的产品 嗯 就是说你如果不买 哎你如果用不到 你走了的话 那么他是一个人寿保险 有death benefit 有death benefit 那刚好就fit into这个lacking了 对 嗯 因为每个人都要走的嘛 最后一天对吧 真的 嗯 所以这个钱就给你的后面的人了 嗯 对 而且他的保费是固定不会涨的 哦 还固定啊 对 可不可以付一笔 可以 一笔也可以 一笔更省 嗯 对 那这个好 那技术问题我们留到后面再问 好 如果听众朋友您是现在才打开收音机 听到我们电台的呃这么有经验的 这么权威的呃的一位人士在讲long term care 啊 那他就是黄晓东先生 他是David黄 他呢是自己用自己的精英理财保险公司 这个是一个general agency 他不但有卖产品 并且他也要网罗天下精英 怪不得他懂得这么多 好 那黄晓黄总长期护理保险市面上的种类一定有很多 嗯 呃就像您刚才说了一两样 对 就像您所特别代表的美国联合保险公司的 长期护理加上人寿保险 这个独特的有占有优势的产品 呃你们的公司和其他公司代理的这些产品有何不同 OK 呃一般的就刚刚讲的这个长期护理就是传统式的这种啊 就是呃等于是一个你不用就就没有了嘛 对吧 那么而且呢他这个保费一直付到你要用为止 啊 所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要用啊 又有点希望用到 但是又觉得很矛盾 对对对对 如果用不到就就白给他了 是 啊 那么我们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跟刚刚讲的 他是一个人寿保险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一般的长期护理都是cover五年左右 嗯 就没有了 就结束了 嗯 那么当然一般人如果是就是很快走了的话 嗯 那就OK的 可是如果你是中风啊 这种啊老人痴呆 那可能就会很久嘛 对 那他的钱还是不够 他虽然买了还是 会run out of cash 会run out of money 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那如果一般人他就是要自己要掏钱哦 或者你多买一点 啊 多买一点 对 那么但是我们这个呢 他是这样的 我们有一个这个付约 就是我们一般都是bundle在一起 付约是rider rider对啊 这个rider呢叫做lifetime unlimited rider 这个好 哎 就是终身没有上限的一个这样的 那我要多费多少保费 啊 只是一个大概百分之二十 比那个base加多加百分之二十 是 对 他就是一个bundle due 就是 而且他这个呢 他两个人一般都是夫妇嘛 啊 啊 那么可以买一张保单 啊 就是付一笔保费就可以了 OK 啊 那么如果你是单身的话 你有sister sibling 也可以 也可以一起买 啊 甚至有些人我们之前 或者是有domestic partner的话 domestic partner也可以 或者是 或者是 妈妈 呃 女儿这样两代都可以 哎呦 这么优惠 就妈妈用完了 女儿还可以再用 那我 let me pigy back到刚才的问题 对 如果 我就拿我去说我就好了 好 如果我没有用到 对 那变成了death benefit 那这个比例是怎么样呢 我到底拿到多少钱呢 OK 我们这个比例好问题 这个我们也是市面上最高的leverage 就要举个例子啊 如果是买10万块钱人寿保险 可以每个月拿到4000块钱的long-term care OK 4000块钱 那这是以几岁的人来说 啊 几岁的 所有的人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这样子 对 10万4000 拿多久 unlimited unlimited 对 我喜欢这个 啊 这个是我们独家的一个代理 市面上只有我们这家有这个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讲这个并不是说讲完了就就跑到Gun with the wind了啊 就在这个礼拜天4月23号礼拜天的下午2点到4点 黄晓东 黄总呢 将要在他的公司举办一场座谈会 就是介绍这个特别的呃 长期护理家人寿保险这个独特的产品 任何大家心里面想的 而认为自己买不了多少的 或者觉得我到底要买的话才够的朋友呢 都请致电408-4660-233 408-4660-233来预定座位 这个讲座的地点是在3100Mowry Avenue 对 MOWRY Avenue Suite300 在Fremont 希望大家能够现在就打电话来报名 408-4660-233 我个人觉得Long Term Care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但是我买了Long Term Care 这个也是人寿保险 那要检查我的身体多么的严格 因为我听到人寿保险 这个一定是要体检的对不对 这个问题留到我们进广告回来 再来回答 听众朋友不要走开 更精彩的就在后面 马上回来 昌星珠宝名钻总会 昌星每刻钻石都尽严格挑选 相公细致 恒久珍贵 散发璀璨光芒 凝聚醉人魅力 昌星代理世界顶级珠宝 Hearts on Fire Roberta Coyn Miggy Moto 肖邦 国爵 宝格丽 庆祝每个难忘的日子 要挑选最昌星完美的礼物 昌星珠宝是您的首选 圣河西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 Gimmy Peters环球广场 查询请店408-983-2688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物训练 创校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 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 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 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www.goodville.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汉屋 讲座 三准医师朱利周 讲解糖尿病的后遗症 糖尿脚的治疗 无论患者的脚发黑或溃烂 甚至需要节肢 朱利周医师 还你一双健康的双腿 Long on time的Andrew B 对于目前利率市场 做仔细的分析 Better Business Bureau Hobie Ho 说经过认证的商业 可增加生意额 消费者登陆bbb.org 可查询商家信誉 请于4月22 周六晚7点半 准时观赏 娱乐漫谈 税法无情 免税有道 终身免税财务规划 五年投资 百分之百分之十二 潜在年回报 十年计划 保证无下跌 百分之八 至百分之九 潜在年回报 百分之二十红利 零风险 零费用 终身递增 养老金 如何转让房地产给下一代 而支付最低地产税 立刻报名参加万富理财 本周六 4月22 专题讲座 888-835-0698 888-835-0698 masterlife.inventbrite.com KDSF26台 带您迎接美好的一天 周一至周五 早上六至八 为您带来最及时的交通天气 社区市身边市生活资讯 及国内外新闻 一期近在KDSF晨早新闻 周一至周五 早上六至八 请锁定KDSF26台 精英理财为大家介绍 最好的长期护理保险 两人合买一张保单 一份保费保两人 长期护理终身无上限 保费固定不涨 用不到长期护理 有人受保险理赔 如您有三高 也可以让您承保 讲座时间 4月23号周日 下午两点到四点 留作请致电 408-466-0233 408-466-0233 找梁小姐 听着朋友欢迎回来 再度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他是精英理财保险公司的负责人 黄晓东 David黄 黄总 黄总你好 你好 走了 哇 我们刚才讨论的好激烈哦 那这些讨论的内容呢 我相信在礼拜天来参加座谈会的人 他们也有一些切身的问题 希望您给他介绍一个产品 是能够足够他们用的 然后又不要浪费到钱 甚至在tax方面 有没有一些benefit 还有要买起来 有的人是父母跟着自己住 那他也替自己买 也替父母买 这样子以后就可以把照顾 父母亲和照顾自己的钱 全部转嫁到保险公司上啊 对对对 这个其实是很聪明的办法 如果大家都什么都不做 那么最后就是自己来承担嘛 对不对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自己来承担 那么保险的这个 他一般来讲呢 我们都算过 就是他 如果你以一笔交钱的这个成本来算 只要你两个人一起买 只要你用超过两年 你就还本了 两年以后就是保险公司的钱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 那怎么可能 对不对 那么恰恰是我们这个产品 因为他是 像刚刚讲的两代人的这种的话 他有时间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间就把这个利益回来 那么还有很多种各种各样的情形 每个人的不一样 那么我们这个保单的好处就是他很灵活 就是他不管是付款的方式有好多种方法 可以现金可以用 现金你说Cash Cash 支票吧 对对对 我说现金就是 当然不是去银行弄一堆钱 但是现金就是 如果有现金给你你不收吧 现金就是买一个Cash check就可以了 那一定要我们自己去买 对对对 然后还有这个Ira的钱 可以用退休账户的钱 有些人呢 用一些老的保单 Cash value 换过来也可以 人寿保险 人寿保险 因为他 就用1035 1035 exchange 对 因为有些人很久了 买了很久 他现在已经不需要那个小小的 10万块钱的保单 对对 而且以前的老保单 没有long term care 所以他就拿过来帮我们这个换 也可以 所以越来越清明 1035就kick in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当然就是最传统的 就是每个月缴 每个月缴的这个方式有个好处就是 好比说我本来分20年缴 现在10年 其中有一个人就中风了 需要用 那么这个保费就可以停缴 就不用再缴 那Benet的会受到影响吗 不会 不会受到影响 这个是有一个叫Vivo Premium 就是他保险公司帮你付了 因为你很不幸 刘营是要有additional fee吗 对对对 要的 稍微付一点钱 买的时候要一起买 是 然后还要买compound的也比较好 对对对对 就是有这个inflation的 哦 这个这个中间的窍门好多 那我希望听众朋友都有记下来啊 或者是您就记下一个电话号码就可以了 对对 来听我们讲座 来听讲座 408-466-0233 408-466-0233 找梁小姐来报名预约 对 对他觉得他赔钱 对那我像刚才说的 嗯 其实买long-term care是不需要太严格的体检的 嗯 但是Life Meaning就要 对 对那这个到底是算属于long-term care呢 还是Lifeере呢 这个问题问到很好 那现在呢 其实买传统的long-term care也越来越严了哦 因为现在很多家有些人退出了 像最近那个John Hancock刚刚很大的一家 已经不再卖long-term care了 因为他觉得他赔钱 然后剩下的就是越来越严重 但是已经买了的人就可以grandfather 对对对已经买了当然就可以grandfather 举个例说你如果有糖尿病 对吧糖尿病脚会有问题 结肢严重的话 结肢会走路走不了 那马上就要long-term care 所以很多家就不会接受 那我们这个呢算是比较宽松的 如果你的糖尿病是在控制的范围之内 吃药或者甚至打insulin 我们是可以接受你的 当然这个体检呢 就是要全部要咽血咽尿 这个要咽 那么如果你是很健康 都没有吃任何药 那可以一通电话就解决问题 就是连这个no needles 没有抽血 但是你必须要健康 就是说没有吃药 或者只吃一个高血压的药 就是很简单的 那就可以叫simplified underwriting simplified underwriting 对对对 简单的 好好好 那明白了 如果有人他自己拥有自己的企业 对 他是小企业主 对 那他用公司的账 公司的account来付这个long-term care的钱 对 他在公司报税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benefit 对可以的 有一种这个corporation 叫C-Corp 如果是C-Corp的老板 或者他的这个高层的这个executive 用公司的钱帮他买呢 全部的这个费用都是免费的 就是免税的 百分之百都是免税的 百分之百是免税的 那么如果你是S-Corp LLC或者普通人 那么你来买我们这种保单呢 你人寿保险的那部分 是没办法的 那个是人寿保险 对对 但是你买这个RIDER 就刚刚说的这个long-term care 付约 就是lifetime的这个付约 不是另外要花钱吗 是 这个部分是可以用来抵税的 那就多买一点RIDER吧 这个RIDER是完全可以的 RIDER很有用的 比如说compound 对对对 什么waiver of premium 这种 没错没错 对 这个是可以完全抵税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好处 OK 那么你们的保险听起来 真的这个产品非常灵活 对 因为据我所知 最近一两年以来 long-term care 有很多保险公司 都已经退出这个市场 对对对 或者是最好最好的 policy都已经cancel掉了 对 尤其你们这个long-term care carry的还有 unlimited upside的福利 那这实在是太好了 对对对 因为一般的都是说 付了多少以后就没有 就就停止了 对 那那个时候万一还活着 但是病又没好 你怎么办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这个可以一直拿钱 一直拿钱 并且还有一个就是拿到了这个钱 事实上是不用付income tax 不用的 因为它的道理是说 我付给了care giver 对 我并没有存到我自己的 没错 这是expense 就是你先花掉 为什么要付税呢 但是这个部分有没有上限 没有上限 基本上你如果钱多 你就多买嘛 你买个一个月 买两万块也都可以的 但是呢 你要看你的经济能力嘛 你多买你的这个费用也会高嘛 你像在加州的话 其实你请home care 就是请人进来家里面照顾 这一种呢 它是不需要certify的这个 就是这个nurse的 你可以请个邻居 你可以请个亲戚 只要不是自己的亲 亲就是亲 对对对 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可以去请 去用这个钱来 他真的是照顾我 不管他是谁 不一定要是register nurse 那nurse 说不定自己的benefit 还不够付他了 看你买多少 ok 所以听起来 有长期护理保险 又有人寿保险 又可以保终身 并且拿起long term care的benefit 又不会拿完 那听起来好处被自己占尽 会不会很贵 啊 这个好问题 其实不会 为什么呢 如果你两个人一起买 我们这个叫做second to die的policy 啊 这就变成人寿保险 这就变成人寿保险 所以它 我们跟传统的去比较过 价钱是差不多的 嗯 可能稍微多一点点 适合买long term care的individual来讲 年纪应该是什么时候 大概五十出头吧 到差不多七十出头 这个这一段时间 对 越早越好 五十出头的人 他可能拿到benefit的leverage 就比较多 对 七十岁的人 越早越好 就少很多 就比较少很多 而且七十岁的那个年龄 就是身体的状况 就不见得那么理想 所以有 也有很多 就是被保险公司会拒保 啊 就是就是如果你身体 没有keep的很好的话 是 所以如果想起来这个事情 身体还是健康 应该找个考虑 但是 听众朋友 您不要觉得自己年纪大了 就买不到了 因为买总是比不买要好 这倒是对的 我们那天才insure了一位老先生 是七十八岁的 他健康情况还不错 他这个时候realize有这个重要性 对对对 他是买给他自己 自己对 甚至有的夫妻他要 有的夫妻啊 他是觉得说 啊 两个人都还活着的时候 自己万一生病了 那就等于 他自己的invest在他的spouse上面 他的spouse现在照顾他 对 是等于是他买的long term care 但是我要是走了 我的spouse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年纪 可能不是太年轻了 那他就非常非常要 替他的spouse买一个long term care 他才放心的走 对的 对吧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对家庭的责任嘛 好 那么我相信呢 刚才您也提到 Aira里面的钱 401K里面的钱 我们在矽谷关区的华人朋友 多少都有401K和Aira 那这方面的钱 拿来缴保费 我想一定有一些 嗯 重要点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 也没办法提到 那还有什么样的long term care 是适合听众朋友您呢 这个seminar实在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我就邀请各位 一定要打这个电话号码 408-466-0233 408-466-0233 本周日4月23号 对 不是4月22号礼拜六 是礼拜天的下午2点到4点 如果听众朋友您来参加这个座谈会有问题 我相信4点以后 黄总还会在这个地方替大家安排 替大家仔细的讲解 好 那我们请黄总利用30秒钟来给我们做一个wrap up 对 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长期护理不需要啊 但是当你往往需要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所以少考虑 那么去多了解 不要以为一定很贵 就不要去买 其实你什么都不做 那才是最贵的 这是我的忠告 对 什么都不做是成本最大的一件事情 这种人也许往往 并且必定到最后真的都会后悔 都要做好自己的financial planning 所以有一位好的financial planner在我们的身边 然后你能够相信他 他可以帮到我们很多的忙 感谢你 谢谢周乐 谢谢 好的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完全结束 我是周乐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我们明晚7点再见 拜拜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平常 今晚 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QQ 96.1 Morgan Hill Morgan Hill Morgan Hill